我真的不想知道你的信息啊 自从我开始做经济以来呢 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扰我 也在困扰着我的客人 而且近几年来啊 这个问题呢 让我越来越头大 我现在要讲到加拿大的Fintrack 顾名思义呢 就是加拿大要来知道这个客人呢 他买卖房子的这个钱呢 是不是合法来源的 从我大概将近20年前 开始做地产经济开始呢 当时我们有薄薄的一页纸 表写说客人的名字 出生日 ID的号码 还有就是客人的工作 写完之后 我下面再签个名 基本上就搞定了 但是呢 这几年来变成了三份不同的文件 足足有八页纸 更加的复杂 我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八页纸到底是要问些什么东西 首先 我一定要问客人 麻烦你ID去右看一下 那我就抄一下 你证件的号码 而且是要看证件的到期日 如果你证件在半年之内到期的话 那我必须要跟你要求第二份证件 如果人不在这里 我今天是跟你视频 那我是无论如何都要跟你要两份证件 上次那个到卖房子的事情 也推波助澜了这个政策的落地 你要完证件之后呢 我还要再问 这位客人 请问您是从事哪一项工作的 您最好告诉我 您的工作的职称 公司 而我们华人在加拿大 最受欢迎的三种职业 学生 家庭主妇 和退休 我们伟大的房企钱机构已经无法再认同了 你可以这么写 但是他会再多问你一句 那请问你买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 你如果是学生 你跟我讲 是我爸妈给的 那没关系 那我必须要在下面写 是你爸妈给的 然后再跟你要你爸妈的个人信息 证件 他们的工作 那如果是退休 那我会问 那请问你退休之前的工作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那我还要问你 请问是不是您先生出钱的 那您先生的个人信息 证件和他的工作内容 或是你说 你在做家庭主妇之前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内容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知道你们家的事情 但是政府把压力放在我们头上 我必须要问 问完这些呢 我还要再问你 你是不是帮第三方买房 好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是学生 或是家庭主妇 而你的钱是别人给你的这种 这个第三方买房 我就必须要选择是 而且再问你 你后面那个人的信息 这些都写完了 都没有问题了 我还上面还必须要写说 我是怎么认识我这位客人的 我心目中 他逃漏税或洗钱的这个可能性呢 是低 中还是高 这份文件 我不用给客人看 但是我一定要问 大部分我的客人 是本地的工作人士 本地有正当职业 也有正当收入 基本上呢 我给他们的洗钱的风险程度 都是低的 可是有一些客人呢 我并不熟悉 认识呢 可能不到几个月 一般的话 我都会是给的是中等程度 如果说这个客人 我今天跟他要任何信息 他是拒绝给我 这边您要知道 您是可以拒绝提供这些信息的 那我也只好老实地写 您是一个高风险人士 因为你拒绝提供任何信息给我 这一份文件呢 就足足有大概四页纸 另外四页纸呢 还有 如果我代理的是一个买家的客人 在买房解除条件之后呢 他需要支付一个订金的本票 这时候我需要你订金本票 来源账户的账户信息 也就是说 你必须把你的账户号码给我 您不用担心 因为我拿到账户号码 我并不能看到你的账户内容 你也可以拒绝给我 我还是要记录下来 这个客人拒绝给我这个信息 最后一个呢 也是最新的 是大概这一两个月 我们公司才开始要求的 政治敏感人物 所以如果说你家人呢 在政府机构打工 你必须要告诉我 他的层级名字 我都得要填进去 如果说你告诉我 没有 那我就填个没有 如果你拒绝告诉我 那又是一个 此地无印三百两的事情 那也很有可能会造成 他们启动调查 我建议还是老实交代吧 这上面的这些问题 除了ID你一定要给我 其他的信息 你如果拒绝告诉我 我也不会强迫你要告诉我 但是我也必须要1510的去记录 如果我今天给出去的这些信息 完全是我的客人拒绝提供的话 这反而会让Fintrad 启动一个对这个客人的调查 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这个时代呢 政府是极其缺钱的 政府也不希望 任何金融相关的交易 发生洗钱的行为 我当然觉得洗钱 这件事情是错的 但是呢 我觉得你把监督这个事情的责任呢 放在我们地产经济上面 我觉得是很离谱的 政府一边要求我们 要保护客人的隐私 一边又想让我们把敏感信息 收集给政府 这本来就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情 不过呢 既然这是一个政府的运行条件 是一个regulation 很抱歉 我们还是按照 他们的要求来做事吧 感谢您的支持